来到我们早报抢时间 观众朋友准备好迎接 今天好天气 看到我们这湖外实况 一大早太阳就露脸 天气真的是蛮好的 白天开始这温度会一度的回升 规划湖外活动 这就得适时的补充一点水分了 那先是来看到我们今天的温度方面 各地高温都上海30度 北台湾清晨气温是稍微低一点点 17度偏凉 白天开始会迅速的回温 高温可以来到30 31度 中部地区20到31度 日夜温差比较大 所以清晨或是入月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扎件不外套了 南部的部分是气温变化不大 感受同样偏热 中午时分高温是上看32度 那近山区的温度会更高 有机会接近34度的高温 所以中南部的民政体感感受 可能会像夏天一样这么炎热 那华东地区高温也是可以来到29度 炎热的感受同样是蛮明显的 不过好消息是全台都是多云稳定 那我们说全台天气稳定 主要是因为东北季风减弱 水气少 各地都是这多云稳定的天气形态 现在可以看到了 只剩下花东地区 恒圈半岛有点点零星雨势 但是其实也不用太调 这下雨时间不会太长 把握着周日假期 今天是非常的适合出游 那这稳定天气会一路持续三天 周三又有另外一道封面接近 到时候午后天气就会开始不稳定了 主要是影响到藏雨的部分 可以来看到一路连续下去都是藏雨 都会有雨势 这全台流雨午后震雨 周四封面通过影响中部以北 还有东北部地区 雨区比较广 也是比较明显的 要流域着局部雨势 山区午后也可能会下起雷雨 再来到了周五开始 雨区会慢慢缩减到北部 还有东北部地区 藏雨比较零星一点点 一路可能要到下周日 各地天气才会逐渐回稳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这未来一周前三天多云稻晴 后三天天气比较不稳定 雨势还有水气是比较多的 所以外出要记得西带雨势了 气氧觉预估 到时候礼拜三这波封面一来 下雨范围以台中以南 雨势会比较大 所以渴望可以替这中南部的水晴 带来些许的益助 雨势会比较大